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30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座谈会 听取有关方面专家对优化完善防控措施的意见建议 他指出 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 疫苗接种的普及 防控经验的积累 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式新任务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以人民为中心 防控工作稳中求进 防控政策持续优化 走小步不停步 不断完善诊断 检测 收治 隔离等措施 加强全人群 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 加快治疗药物和医疗资源准备 座谈会上 张伯理 沈鸿冰 王军志 梁万年 杜斌 冯子健 杨维忠 董小平八位专家做了发言 孙春兰充分肯定专家在防控中的重要贡献 希望继续发挥专业优势 发扬科学精神 围绕关键问题深化研究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献计出力